美国交通部表示 新规定要求航空公司若乘客在搭乘国内航线时 无法在12个小时内受到托运行李 或者是搭乘国际航线时25小时内没有受到托运行李 那么这些行李将被视为严重延误 航空公司必须退还全部费用 除此之外 交通部还要求航空公司在乘客没有受到服务或服务不正常时 应该立即退还费用 项目可以涵盖到包括提前选择WiFi和其他航班服务 美国交通部还打算未来几个月将发布另外一则拟议规则 内容要求航空公司在顾客购买机票时 必须提前披露托运费 航班改签和取消费用 对此 总统拜登已经决定 另外签署一个行业竞争的行政令 内容将指示与规范交通部 制定一系列对客户有利的新规则 内容包括保护航空乘客与促进航空业公平竞争 此外 拜登的行政令还会指示司法部制定费用披露规则 来帮助消费者可以更精准地购买机票与比价 整体促进航空业公平竞争 事发大楼所在地 曼阿密戴德郡的州检察官凯瑟琳朗德尔公开表示 近日让针对此事件的公诉进入大陪胜团阶段 后者将建议是否交付刑事起诉 或尽对事件起因进行调查 并提出改革建议 另一方面 代表大楼住户中幸存者以及死难者发起的诉讼 也已经全面展开 其中一名代表律师指出 坍塌的大楼引发了对建筑结构的广泛担忧 以及对应应当责任者的信任危机 目前一发起的诉讼 将倒塌大楼的 Tranplan Tower Source的公寓委员会 列为被告 还有一些诉讼将一名当地的建筑师和工程师 列为被告 原因是未能救大楼存在的严重结构问题 及时提醒外界 而在案件听证会上 法官表示希望相关诉讼 能在一年以内以较快速度解决 另外 他同意代表公寓委员会的律师 先行为每位住客提供1万元用于临时住宿 以及2000元用于亲属的葬礼 该大楼保险的承担金额在4800万元左右 企图低价值在3000万至5000万之间 根据休士顿卫生局数据 约10%的休士顿社区居民仅施打第一剂疫苗 截至6月27日 接种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的德州人 有8.9%并未施打第二剂 超过120万人 此外 截至5月28日 有14万7787人 逾期接种第二剂疫苗 公共卫生专家警告 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原因是第一剂疫苗施打后 对Delta病毒根本不起作用 因此施打第二剂至关重要 根据英国一项研究发现 婚人疫苗对于接种第一剂者 对抗Delta变种病毒有效率为33% 接种两剂后才达88% 根据CDC统计 在美国部分地区 超过80%的新增病例 都是由Delta变种病毒引起 包括密苏里 堪萨斯和爱荷华等中西部州 此外 在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等西部州 74.3%的新增病例 都与Delta变种有关 而在德州 路易萨纳州 阿肯瑟州 和俄克拉荷马州等南部州 这一比例是58.8% 不过好消息是 在美国使用的所有疫苗 都能有效地预防重症 住院和死亡 因此 公共卫生官员 督促人为接种疫苗的 约1.4亿至1.5亿美国人 尽快接种疫苗 原因是 在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 面临变种病毒的风险尤其大 这些地方包括阿肯瑟州 密苏里州 怀俄明州 都开始出现 由Delta变种 引起的相对较大的病例激增 小劳伯道尼在IG上发文哀悼 表示自己的父亲老劳伯道尼 自从五年前罹患了帕金森市症之后 就饱受病魔所苦 于日前在睡梦中安详离去了 他是一个真正特立独行的电影人 总是保持着乐观 回顾老劳伯道尼的一生 他是一位著名的导演 编剧和演员 以指导1969年上映的讽刺喜剧电影 Potney Swope而闻名于世 老劳伯道尼也时常找家人 共同拍摄电影 像是小劳伯道尼 就拍过由他指导的 墨西哥人的宫殿 和热纯出租 共八部电影 大家好 我是悠悠小主播Lotaceon 美国的节日让悠悠小主播告诉你 2021年的7月8号是国家电玩日 National Video Game Day 电玩是许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娱乐之一 而世界上第一个电玩是在1940年 由美国人Edward Condon所制作出来的Namitron 并且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首次亮相 根据调查显示 美国人最爱的电玩主机 排行前三名分别是PlayStation Xbox和Nintendo 至于游戏方面 最受欢迎的前三名 则是超级马利欧系列 《决生时刻》系列 和《大金刚》系列游戏 根据统计 每天要玩电玩的民众 占全美的三成一 一周两到三次的占二成三 其余则是很少玩或根本不玩 国家电玩日创立的目的 除了要鼓励民众 享受电玩的乐趣 同时也要呼吁大家 不要过度沉迷 又有小主播Lotation 洛杉矶报道